现在来看看罗伯特对战M大师的温尼莎 温尼莎是M大师的主力了 我们有一个选手好喜欢用讨厅的是谁啊 温尼莎只在第一个币对小阿兴成了威胁 但是小阿兴经过第一个币的调整 他已经了解到了M大师的套路了 不好使了 带着的风采啊 现在来看看对方的中间也是另外一个玉姐啊 叫做King 穷 叶小晨把老温干掉就赢了小孩 来看看这场对局小孩的罗伯特对战M大师的Q 两人都是有远距离发布的技能的 这个场地大家觉得漂亮吗 兵的在夕阳落日之下啊进行这场比赛他们两个人 沙滩上进行这场比赛 船方上面还写着1994 825 这里也是一个彩蛋啊 这里也是一个彩蛋啊 全黄94啊 就是在8月25号当年发售的 这里也是一个彩蛋 全黄的彩蛋 你们仔细看背景上的那个翻盘 在那个翻船上面的那个 翻部上面有数字啊 1994 825 KOF 这里就是一个彩蛋了 全黄的第一弹就是在1994年8月25号发售的 现在罗伯特能不能打出一条三 有希望小孩 M大师现在罗伯特有点虚 好招下 哎呀 太任性了 小孩有点过于高估自己 你罗伯特的这个实力了被对方 他本来是想用一个顶点超杀来把对方递空的 可惜啊这招太慢了 非要摆一个pose啊 好 七八季爆卷 一拳吹死 没吹死 接了一个俯虫爆弹 比较 感谢观看